白米T-shirt 帽子 水壺袋 全都是台中南天宮官地廟 准备爱心布施的物资 官地爷布施绕境祈福活动 周末就要开跑 庙房也提前公布 这一次绕境布施的路线 绕境主要是在台中市 东区南区大理和太平 台中南天宫一直以来 致力于帮助弱势家庭 发放各式日用品白米给民众 今年预定发放 5万千百米给低收入 弱势家庭等 说沿途结缘还会有定点布施 第一站我们到了建国市场 第二站我们到选修工官地廟 第三站我们到大理徒成国小 第二天我们到大理运动场 做大型的定点布施 4月13号绕境第一天早上 将从台中东区南天宫出发 精寻古礼举行进宪礼仪 分别有祈安 上轿 起驾 祝寿 回驾 安坐等主要典礼 绕境祈福为期两天 现场还提供民众端叫脚求平安 并发放钱母祝福大家发大财 记者许玉文台中报道